觀眾那類關係到在國民黨中常會最新一度傳出了在今天提國派的中常委要來到這邊提案要求調查五一期的徵召真相 另外也要求似乎可以非綠大聯盟的整合言下之意是不是就是卡侯換侯呢 不過今天卻只有一個人也就是秋速蘭道場 那今天黨主席朱立倫也致辭他再度的重申絕無可能換侯 來添加他的稍早訪問 最近有一些謠言有一些惡意的放話絕對不是事實 國民黨絕無可能換侯也絕對不會卡侯 我再次強調絕無可能換侯也絕不可能卡侯 所有的關心所有的提案都是在幫侯 所有的活動都是在挺侯 希望我們侯友宜能夠更好更強 他可以聽到朱立倫在會中是說造謠大可不必 也說了兩次絕無可能換侯 那麼他也希望呢是全黨團結一致 在723讓侯友宜正式通過提名 不過今天挺國派中常委秋速蘭 雖然是一個人到場 不過他也說了其實仍有私下運作 因為呢大家都要觀察 就是侯友宜近期的民調能不能回到第二名 那另外呢其實還有挺國派也就是參與連署的中常委 尤家富他也特別提到了 如果在全代會上 侯友宜的民調沒有30%只有20% 這個能看嗎 言下之意就是提醒黨中央 雖然在今天沒有提案 不過呢在下禮拜也就是7月19號 還是有可能 因此呢也呼籲了大家不要輕忽 以上是在中常會最新將時間盡頭 交換給Pone主播